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5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答疑和实作 张医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答疑的部分 莉莉我们麻烦你先念一下四个提问 谢谢 一问一 我太太有第一期的乳房硬块 大约1.25寸圆形 在左边乳房的乳头上方 约有一寸的位置 我参考张医师的案例 我用的手法是学习和借用配词师姐和另外一位师姐手法 主要用拇指来按 一换出太小 不能用张医师的全手型手法 我太太身体很好 体力不错 所以 我跟随张医师的指导 以安推为主 温热为次的做法开始 开始和太太做 从7月开始到现在10月 做了三个多月 我太太的硬块 从原来1.25寸 变成大约4分之3寸圆形 大约小了三分之一 我的做法是 1.1星期五天按推上下背部 肩部和肩胛骨旁特殊点一次 2.每天饮30克姜汤 若加强分量 不知为什么 患者每次都会牙肉发炎 3.一星期五次按推换处 先用姜粉泥 涂抹换处三次 然后按推换处45分钟 由轻而重 但不会太重 原因 患者爱不了 4.不时含量食品 5.每天做运动 步行两小时 保持良好心态 想请教张一世几个问题 我的进度是否太慢 像张一世在2022年 乳癌诊断案例9 应急肿块所说的 我可能按不到位 2.换处变小了 变平了 反而更难按 硬块相会移动似的 请问我应该怎样按 3.一星期五次按推换处 是否太多 令复原进展减慢 请老师答疑 这位是乳癌患者的家属的提问 她的问题是 她太太已经经过三个月 用原始点的处理 现在已经缩小了三分之一 但她心中还是有一些疑惑 什么疑惑呢 就是三个月会不会进展太慢 不过她另外一个问题又说 那进展太慢是不是因为 一个礼拜按推五次 所以太过频繁 所以变慢了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所谓进展会不会太慢 应该换个角度思考就是 是不是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可以更快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一个礼拜按推五次也不够啊 虽然你每一次按推的时间 也有四十五分钟 但四十五分钟 还有加上涂胶门铃 我认为刚好而已啊 也不会太过 而且还有嫌太少 应该一个礼拜要七次才对 所以我的建议 在这一部分时间可以每一天按 当然我们工作有周休日日 但乳癌的硬结肿块 它可不跟你休息了 它每天都还在进展中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要每天按 另外在按推 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它的患处已经变平 然后也那个变小了 然后你按它会滑动 不好掌控 这个是牵扯到技巧 其实就技巧而言 我的建议是这样 你一定要一手固定 你才容易按 不管是这个硬结肿块肿瘤 是大或小 你一定要一手固定 然后一手 再靠身体的姿势 再把工具带进去 这样才可以按到深层 所以知识很重要 这个之前我在乳癌操作的影片 也有讲过 你们可以参考 质疑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运动时间 它说她太太每天运动两个小时 但是都是用走路 我的建议是 因为它是乳癌 所以运动走路当然有帮助 但何不如改成 像伏地挺身啊 也就是伏祸身 或是扩胸运动啊 拉筋啊 瑜伽拉筋把上背部啊 拉松啊 这些都都会比较直接 这也提供美参考 我相信如果改变个运动方式 同样两个小时 它效果一定不一样 好 就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二 张医师您好 最近耳后原试点 改用拳头法 我们为别人按推 用了感觉比实质法好 但如果为自己按推的时候 感觉不方便 也不能深层 还是实质法方便好用 当然 我自己为自己用 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教新学员时 意见分歧了 分歧地方 只是在教新学员 自己按自己时 能不能用实质法 有人说 张医师改用了拳头法 不能再教实质法 张医师 您认为 是不是不能教实质法 为自己按 请张医师赐教 请老师答疑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也是按推技巧 他是问 我们现在耳后 从实质法 改成拳头法 他觉得 按别人可以 按自己 好像原来的比较好 而且好像 拳头法 有时候都按不到深层 就这个问题 当我要改变为拳头法的时候 其实我都做过了 无数次的实际操作 最后才确认 拳头法比拾字法 好太多了 第一个 因为我们耳后现在有四个点 你如果真的拳头法 做得好的话 你一按下去 四个点其实都已经按到了 你不用再一点一点一点 分好几次 反而没有效率 所以也就是拳头法 他是可以直接四点就可以 一次就可以完成 好 那拳头法 他为什么说 没有像拾字法按的深层呢 我认为 不是工具的问题 而是 你不懂得掌握那个 拳头法的要理 我也 类似这样的问题 台北志工也有问过 我也做给他们看 结果我用拳头法 做出来的深层度啊 比他们拾字法 都还可能更深耶 那这个就足以回答您的问题了 深跟浅 不在于拾字或拳头 好 那退一步讲 为什么拾字也可以按得到 为什么要改拳头法 好 刚刚我已经讲了 第一个比较有效率 他一按下去四个点都可以按得到 第二个 拾字法以前都是用顶的 顶让患者感觉很硬邦邦的 会有压力 非常不舒服 所以改为拳头法之后 我教各位 第一个他的要领是要 拳头要握须前 不能好像要打架 握得很粗力 很结实 这个是按不出来的 而且这样按喔 因为你硬邦邦一按 患者因为痛 他就会奔紧 你反而按不进去 所以你看是 好像实质法可以按得更深层 事实上反而 更没有办法达到深层 因为患者痛 所以 一定要掌握那个技巧 那另外拳头法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 他那个手腕一定要很轻柔的分开 也就是像钟摆这样 你拳头可以动 但上面手腕以上是不动的 然后要靠身体把它顶 你要按深层一定是用身体 把它往下押 而不是用手喔 所以你的手一直包括前头 包括手臂到肩膀 整个都是松柔的 完全不出力的状况下 那这样你既可以顶到深层 患者又觉得没有压迫感 比原来好太多了 好 那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样说来 按别人 拳头法还可以说得过 但按自己好像 拳头法就按不进去啊 所以一定要改为实质 既然你按人家 拳头法可以按得进去 怎么会按自己按不进去呢 一样问题 也就是你还没有真正掌握 拳头法的要领 好 这个问题我就会答到这里 提问三 尊敬的张医师您好 先您推荐两处原始点 一是枕骨 乳突骨 正下炎 还有一点 在疫情放开后 全甲发烧 都是按得此处退烧 一分钟见效 屡是不爽 另一处是仙甲骨内沿 就是沿着仙甲骨外沿 一直绕过下面的尖端 接着往夜窝方向按 请张医师鉴别 住院张医师六十吉祥 住院原始点 能被更多人接受 请老师答疑 这位是原始点的爱好者 他非常有心 也希望 以他的一些心得 来提供给基金会 他的心得是 他认为有两处 效果非常好 一个就是在 我们按枕骨的时候 靠耳后的时候 都会有乳突骨 他认为这个乳突骨的下端 有一点特别好 而且发烧按了 都会解决发烧的问题 另外一处是 就是我们在按背后的时候 肩胛骨内侧炎 也就是特别点 他认为肩胛骨内侧炎 按到最后一点 再从最后一点 往内到一窝那里 沿着骨旁 那个效果也非常不错 他大概有这两点 那我对他的提供 首先表达谢意 但是确实原始点 他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原始点 它是先有一个原始点的位置出来 然后这个原始点 它到底涵盖范围有多大 比如说我们头部原始点 也就是耳后 耳后你按下去他整个头部都管道 这个就是他影响的范围 然后再从这个耳后四点 这个差不多半截指头长 然后你去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然后特别痛的才能成立 如果你在原始点这一根半截指头 你找不到压痛点 那你效果也是很差的 因为做不错 所以原始点 它第一个先要确定的就是 第一个找出大开关的位置 然后再从大开关的位置 找出那个压痛点来 这样整个循环才会变好 所以第一个 它如果说建议 在乳突骨的下端 有一点按了会发烧好 那它管理的范围也没讲 也就是是前身的发烧都有效吗 那它就是管前身啊 那以后我们就 不需要一条脊椎七处啦 只要以后按乳突骨 全部的它都管道 因为前身的发烧它都能管 那表示它已经跑到前身嘛 但是似乎也不大可能 另外肩胛骨也就是 它那一段到底管哪里也没有提 好像说效果非常好 这就有一点类似 像我们经络穴位 经络穴位不谈压痛点 它就是说哎 这一个穴位 特别有效 对哪个病特别有效 所以这样的变成最后 经络穴位之外 又有一些特效穴或是旗穴 这后人就会慢慢找出来 但这些都不是原始点要的 原始点重点在压痛点 也就是你在总开关 去找我们的开关 也就是压痛点 这样整个效果才会出来 所以你的建议 我只能吸你了 因为第一个范围谈不清楚 第二个只说它效果很好 那这样跟经络穴位的特效穴 旗穴又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只能表达感谢之意 但确实这个很难融入原始点的 整个的按推体系里面 这个按推的医疗体系 它没办法融灌进去 所以原始点不是看哪个特别有效 就采用 不是这样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四 尊敬的张医师好 我是原始点的爱好者 居住在马来西亚 看张医师最近传授的 姜粉敷衍效果非常好 我自己的肝炎症 非纹症是这次回台湾 改用基金会的有机姜粉 做一次就改善了 我有非纹症三四年 从用过姜汤洗眼一段时间 肝炎有些改善 但效果真的不如这次 用姜粉敷衍那样的 立即效果 我是看到你们马来西亚的 推广中心 还在教学员用姜汤洗眼 张医师 是不是应该请他们 也改用更有效的方法 比较好 请老师答疑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学员提问的 他说他本身有非纹症 三四年了 那他也用原始点的姜汤清洗 虽然有效果 但感觉效果还是非常的慢 那因为最近原始点 在新的影片都有介绍到 现在都是改用姜粉敷衍 那姜粉敷衍 他自己也用了 觉得效果特别好 所以他也去 马来西亚的一些推广点 去看他们怎么用 结果他发现 他们怎么还在用姜汤清洗 这个他就很疑惑 为什么不用新的资料呢 第一个 世界各地的推广点 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属于基金会 也就是他们自己在推广 那也许 我几乎可以确定 如果是基金会认可的推广点 现在应该都是用姜粉敷衍的 已经不会再用姜汤洗衍 显然这个推广点应该跟基金会是无关的 我只能做这样回答 那至于姜粉跟姜汤 其实不只效果差很大 而且方便性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怎么样 姜粉你随身可以吸带 然后用一点点沾着 然后从眼角稍微剥开 眼内角剥开 然后把它沾进去 然后你眼睛一合 然后他就开始运作了 然后在这15分钟过程中 有些人会觉得蜡啊刺啊 甚至流眼泪啊 但15分钟过去之后 约裂15分钟啦 很多张开之后 眼睛就变明亮了 所以很多绯纹症用的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还是鼓励 如果处理眼睛的话 最好的效果是姜粉 其次姜粉泥 姜粉泥也是可以敷衍 再次才是姜汤 也就是这三者里面 我最不推荐的就是姜汤 姜汤还要稍微熬煮 还要拿工具清洗 非常不方便 所以还是以姜粉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姜粉最好 要有机姜粉 然后要磨得越细越好 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好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老师 我们今天的答疑部分就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的实作 老师说要把您分享的姜粉泥的妙用 重新剪辑 我们已经做好了案例 还有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的做法 注意事项 还有按推示范 我们有重新做整理 把张医师重新要我们按推的方法 也一并剪辑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放这两个影片 我们现在先放张医师分享姜粉泥的妙用 外用 这个案例 张医师分享姜粉泥的妙用 外用 好 那各位你们看老师 有没有 好光滑的皮肤 老师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每天都怎么做吗 我涂姜粉泥 然后这样涂 然后还要稍微大力喔 然后按 我发现这样几年下来确实有用 碾片光滑 那些坠肉啊 还有那个死肉 最后当然要大力搓啊 尤其有硬结肿块要大力搓 搓完它会肿脏疼痛 然后最后甚至破掉 它流出来之后就变光滑 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很深 所以也是从我身体上 我发现很多硬结肿坏的 你按完它会肿脏疼痛 红肿热痛 那就是正常的修复啊 所以我就很确定 要修复一定要有经过这样的过程 甚至破裂流出组织液 那我这样用下来 我发现原始点 不只可以把硬结肿坏这些 甚至老年斑也会减少 甚至那个皱纹也会减少 然后脸会变光滑 你们好好用 绝对对得起这一张脸 老师那请问你是每天晚上都做吗 每天晚上 现在出来没办法做 那在家里一定做 老师那你涂每天晚上涂 涂完你大概花多少时间涂 如果不严重起码也要15分钟 起码这样慢慢涂 然后涂浆粉泥还是要用一点力 然后眼眶周围都要涂 甚至连眼检闭起眼睛 那个眼检也要涂 要不然眼检 有些你看很多重病 它眼检也会下垂无力 你这样每天运动会有帮助 那如果说牙齿痛 你这样按也会有帮助 从外面涂浆粉泥 那老师你涂完以后你要洗掉吗 我不洗 然后我就整碗这样 然后它干我就不管它 然后一段时间我适应了 适应了我早上起来一定运动 运动发现留在脸的时候 你在运动的时候竟然脸会发热 但如果我把它晚上洗掉 我早上再去运动 我脸就不会发热 当我发热 我相信我脸也正在发光 这张图是张医师鼻头的前后比对 可以看到处理前的大小 经过大力按推 搓揉 肿胀流血 最后这一张是处理后 变得很光滑 这一张是张医师眼角前后的比对 没有处理之前 可以看到小肉流 涂抹姜粉泥之后 肿胀 流血 结痂 最后这一张是处理后 肉流消失了 看起来很光滑 好 我们接下来再播放 我们重新整理过的 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和按推示范 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及按推示范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臀部原始点 跟过去的臀部原始点 有一些变化 那第一个就是 早期我们的臀部原始点 就是V字型 还有间椎 最重要是出现在间椎出问题 因为间椎本来是管臀部 臀部中间以下的 这一段是由间椎来管 那发现上面这里也很多人痛 间椎解决不了 而且间椎对这里的效果也有限 所以我这几年已经很少用到间椎了 那来这一次来美国 陈经理推荐 他自己长期在按推的时候 他发现这一条咖骨上沿 整条到侧面这一条 他竟然可以管理到臀横纹以上 到这里腰椎下来这一片 甚至连腰椎附近 按这里都会有效 所以简单的讲 间椎已经被这个新发现所取代掉了 那原来的还是属臀部原始点 V字形管理哪里呢 管理臀横纹以下到这里 一样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完整的臀部原始点 那这里臀部原始点 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V字形 从这里再延伸到侧面 等于最高的一点也是到侧面来 这一条新针跟这一条它是对称点 对称的长度也差不多 都揉到侧面 我们来介绍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 那臀部按推我们早前有说过 可以用手肘 我们之前是这样按推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比较容易碰到骨头 然后患者反应也比较不舒服 所以我们现在改成掌心向上 也就是工具一样用手肘 但掌心向上这样按推方法 患者的反应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 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 按推首先要知道工具的使用 那我们的工具是手肘 掌心向上 第一个它第一点是在侧面 好 我们可以叫它腿伸展 拉上来 然后它是在咖骨上沿 好 侧面这里 好 就在骨头上沿 然后这里的交界处 再往前就软软的肚皮 肯定是错的 好 那我们在骨头上沿 那我们的工具 以掌心向上用手肘的方法 然后来回 好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 一样 好 到第三点 勉强还可以这样按 那如果到第三点事实上 也可以让它腿下来 其实这一点已经可以按得到 好 所以这样力量就能进去了 好 到越靠近脊椎 这个就越明确 那同侧也是一样 好 好 那这里 两骨头 好 那上沿 骨头的上沿就在这里 好 那我们掌心向上 好 这里侧面都按完了 到第三点我们就可以 第三点在这里 好 那我们就照正常这样 一样掌心向上 好 以上是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 那我们下沿的按推方法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腿 好 那我们一样 掌骨 这里是上沿 那下沿就在下面这个骨头下来 这一点 好 那我们一样掌心向上 第二 好 这一点 第三点已经到尽头了 就是等于我们原来 臀部原始点V字型的第一点 好 这样放下去 好 那这一边也是一样 好 下沿的按推方法 好 那这个骨头的下沿 好 从这里开始 然后一路按到最后 这一点 就是我们V字型的第一点 好 我们从这里开始 第一点 第二 第三点 第三点就等同于V字型的第一点 然后V字型就照原来的按推方法 就可以了 原始点位置 及其涵盖范围示意图 臀部原始点位置 其位置是以 靠骨的上下沿 分为两部分 上臀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黄线所示 从身体侧面的靠骨上沿 一直向内延伸至脊椎旁 此路径 即为上臀部原始点位置 涵盖范围 靠骨上沿 以下的腰部 臀部 及其前方小腹 由成其症提供 下臀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黄线所示 从身体侧面的靠骨下沿 一直向内延伸至顶到骨头为止 再将此骨旁作为上端点 下端点位于尾骨旁 此靠骨下沿及两端点 紧贴骨旁的连接路径 即为下臀部原始点位置 涵盖范围 从臀横纹及腹骨沟以下 至踝关节下沿 小腿肚除外 如图中淡橘色区域所示 我们今天的实作的部分就放到这里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